這個時間誰會來我們家 大大一馬 老家瑜耶 一鹿蛇 吳康仁的視角 到處人生及家庭間的種種不異 戲劇柔生之年或熱烈好評 更成功跨越國界 沒有失手過 沒有失手 我真的很鄭重 其實這場戲怎麼來了 其實是康仁一開始 先跟我兒子玩了那個 這樣的遊戲 影帝果然不失手 由釜山國際影展舉辦的 第六屆亞洲內容 繼全球OTD大獎公佈入選名單 吳康仁以有生之年 入圍最佳男主角 他興奮直呼 太棒了 感謝導演許兆任 才有高家月的氣氛厚讚讚讚 也感謝楊貴妹喜翔及弟弟妹妹 還有編劇小杜哥製作人林心如 拍得很開心 雖然很累 有生之年拍得很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累 可是那個累來自於 可能是因為戲比較多 大概原諒我 極用可言 戲劇也將進軍日本 十一月份在OTT平台上架 另外熱播中的影集正港分局 主演的許光漢也入圍男主角獎 不夠善良的我們林依辰 角逐最佳女主角 柯震東也入圍男配角 誰是被害者二林木將爭奪 女配角同聚的曾敬華也爭男新人 幾部劇揚明國際頒獎典禮 將在十月六號登場 就看台灣引人能不能報大獎回來 TVBS新聞 周峰宏廷 太保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